上周日 为了响应全美连线抗议中国霸权活动 洛杉矶台美人团体等上百人在中领馆 高举Keep Taiwan Free等标语 抗议近期中共军演等蛮横行径 对台湾及亚太和平的威胁 因为我们要让中国知道说 你这样子做我们绝对不会冷处理 我们绝对不会低调的去接受 我们会继续的抗争到底 继续的坚持我们的自主 坚持我们的自觉权 美国一定跟台湾站在一起 一定保护台湾 这个战略一定要讲清楚 其他的日本韩国菲律宾 大家要惊在一起 我想这样才能遏阻中国的野心 他的霸权再也要做扣张 我们有一个声音 我们都在疲惫你们的危险 我们在疲惫我们在疲惫 我们在疲惫我们在疲惫 我们在疲惫你们的环境记录 我们在疲惫你们的所有人都要停止 我们今天想来来告诉中共 你们的日子已经数据 你们已经完成了 部分港人和缅甸人也到场支持台湾 对抗中共极权 这次中共搞一个所谓的大龙凤 其实也显露了它的弱点 其实中国是外强中干 它可能这次也借助台湾 来转移民众的视线 中共的欺凌 其实就是希望台湾人和香港人 去妥协和怕 但是我们越是不怕 中共就越是明白到 它这些欺凌 其实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台湾是在抗争的一样的东西 我们正在抗争中国 以防止我们的国家的内部 阻止我们的国家的内部 阻止我们的国家 以防抗争论我们的形状 我们不想抗争中国人 我们只在抗争中国的领导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